独家王瞳取代代产白佳琪大胡瓜主持错裂等 民事花蛋白佳琪与胡瓜瓜哥主持 台湾那么旺收视全国第一蛋白佳琪年前已请假代产 民事高层指定由大时代表现突出的女主角王瞳接棒 王瞳相隔15年在主持节目表示压力超大 因瓜哥看起来很严格 希望做好自己的部分比影响收视 也盼请教评审丁晓文借机提升自己的歌唱技巧 王瞳25日将近彭路那么旺 笑说压力确实很大 毕竟瓜哥看起来很有威延 可以学习他的很多主持技巧 绝对要抱住学习态度 幸好之前参加过年的民事第一发发发 也都跟瓜哥合作 对瓜哥的反应跟口才多少都见识到了 现在会更努力观察瓜哥的口条 而他除了18点当女主角 如今又多一个综艺节目主持 收入势必将增加不少 王瞳童表示 收入增加当然很开心 毕竟我房贷还有2000多万元 应该可以减轻不少负担 并说钱都交由爸爸管理 他回忆前一次主持一世15年前跟吴宗献献哥搭档的齐天大圣 他说这些大哥都各有奇招 像献哥自己就很会讲 天马行空一打开 画匣子就停不下来 但他发现献哥是有念书的 时场言之有物 并非全是胡州 至于他这次带班主持的时间会有多久 目前还不知道一切交给公司处理